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骗局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宇宙胶囊,星际旅行还是坐垫旅行 2.星垫同步手环 爱情信号还是信号失灵 3.隐形立场保护伞 雨滴闪避还是钱包漏洞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宇宙胶囊 星际旅行还是坐垫旅行 各位同学,朋友,地球以及外星的观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宇宙胶囊,星际旅行还是坐垫旅行 首先,我们得先搞清楚 这个所谓的宇宙胶囊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在我们的想象中 宇宙胶囊应该是一种能够让人类穿梭于星际的高科技交通工具 就像是科幻电影里面的太空船一样 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个宇宙胶囊是让你坐在里面 然后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被射到另一个星球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目前未知 我们的科技还没有进步到哪个地步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宇宙胶囊没有它的魅力 事实上,这种胶囊可能更像是一个坐垫旅行的工具 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非常舒适的椅子上 这个椅子可以模拟出零中立的状态 让你感觉像是在太空中漂浮 同时,这个胶囊还会播放一些 让你感觉像是在星际旅行的虚拟实境影片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不离开地球的情况下 体验到一场星际旅行的感觉 当然,这种坐垫旅行也有它的好处 比如说,你不需要担心太空中的辐射问题 也不用担心会不会在太空中迷路 更不用说那些天价的太空旅行费用了 你只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 就可以在你的客厅里享受一次宇宙之旅 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地坐在宇宙胶囊里面去星际旅行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透过一些创意的方式来体验宇宙的奥妙 谁知道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真的可以坐在宇宙胶囊里面去探索那些遥远的星球了 在那之前,让我们先把这个坐垫旅行当作是一次精神上的小冒险吧 毕竟,有时候,旅行的意义并不在于目的地 而是在于那个让你心灵得到满足的过程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心电同步手环 爱情信号还是信号失灵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心电同步手环 这是一种现代科技的产物 它声称能够透过监测恋人之间的心跳 来加强彼此的情感连结 但是,这真的是爱情的信号放大器 还是只是一个高科技的信号失灵装置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心电同步手环是如何运作的 这种手环通过杆测气来监测佩戴者的心跳 然后透过无线传输技术 将这些数据发送给另一个佩戴相同手环的人 这样,当一方的心跳加速时 另一方的手环就会以某种方式 例如震动或发光来提醒对方 理论上,这能让人们感觉到对方的情绪变化 从而增进彼此的感情 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心跳加速可不一定就是因为爱慕之情 想象一下,你正在健身房努力锻炼 或者是在追赶公交车 这时候,你的心跳自然会加速 而你的另一半可能会无意味着 是因为你在想念它们 结果发现你只是在流汗做跑步机上的奴隶 这种误会可能会导致一些尴尬的情况 甚至是不必要的误解 再来,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情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人类经验 它不仅仅可以通过心跳的快慢来衡量 爱情包含了信任、尊重、沟通和许多其他的成分 如果我们过分依赖这种科技来维系关系 可能会忽略了面对面交流和真正的情感表达的重要性 当然,这种手环也有它的浪漫之处 想象一下,在一个寂静的夜晚 你感受到手环的轻微振动 知道这是远方爱人的心跳 这无疑是一种很有失忆的情感联系方式 但是,如果这个振动是因为 对方刚吃了太多的辣椒导致的心跳加速 那么这种浪漫可能就会瞬间变味 总之,心电同步手环是一个有趣的创新 它可能会为恋人们提供一种新的互动方式 但是,我们也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 不要让这种科技取代了我们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交流 毕竟,没有任何科技能够完全替代两个人之间 真诚的对话和深情的拥抱 所以,心电同步手环 爱情信号还是信号失灵 这可能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 以及你对爱情的理解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隐形立场保护伞 雨滴闪避还是钱包漏洞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隐形立场保护伞 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 但在我们这个充满创新的时代 这种产品竟然真的出现了 那么,这个隐形立场保护伞 究竟是雨滴闪避的神器 还是钱包的漏洞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隐形立场保护伞的工作原理 它通常使用的是一种高科技的空气动力学技术 透过发射出一股强大的空气流 形成一个空气屏障 将雨滴从使用者头顶上方吹开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是 有人开启了一个个人防护罩 让雨滴都无法靠近呢? 但是,这种高科技产品自然也不是完美无缺 首先,它需要能量来维持这个空气屏障 这意味着你需要随身携带电池或者其他能源来源 其次,如果你在一个风大的日子使用它 那么这个空气屏障可能会被吹得七零八落 效果大打折扣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这种产品的价格通常不菲 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可能真的会成为钱包的一个大漏洞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在街上高高兴兴地打开你的隐形立场保护伞 准备展示这项惊人的科技 然而 当你骄傲地走过人群时 一阵强风吹来 不仅雨滴四处飞溅 连你的隐形保护伞也被吹得像是失控的无人机 这时候 你不仅是透了 还可能成为街头最好笑的景象 总的来说 隐形立场保护伞 无疑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创新 它展示了人类对于科技的无限想象和追求 然而 在我们追求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同时 也许我们应该问问自己 这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还是只是一时的新鲜感 毕竟 有时候一把传统的 坚固的 价格合理的伞 可能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而那些寻求隐形保护伞的冒险家们 别忘了 有时候科技的最佳用途 可能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简单 而不是更复杂 总结来说 这些高科技产品带给我们无限的想象力和娱乐性 但我们也应该保持一定的理性 我们不必追求每一种新奇的科技产品 而是应该寻找那些真正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产品 毕竟科技应该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有趣 而不是让我们成为科技的奴隶 我们今天探讨了宇宙胶囊 心电同步手环和隐形立场保护伞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觉得这些产品有没有潜力成为未来的主流 又或者你认为他们只是一时的热潮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 分享你的观点 我期待着和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